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杜青东是高桥的老居民 如今的生活安稳而富足 家里有一栋六层的安置房 每个月房租收益就将近两万 她的生活本该无忧无虑 可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她寝食难安 那么在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我美妇在湖南大叔在那里住室 她在梦围那里看到一个女的 她很想我 她说很想我 她就等她去打招呼 那个女的没有理她 那个人是你吗 不是我的 我没有 我没有到她的客户 没有去过湖南 没有 去过湖南 没有 杜青东是家中独女 常年在家照顾生病的老人 基本只在高桥附近活动 从来没有去过河西大学城 那么妹夫见到的人究竟是谁 杜青东的妹夫还想问个清楚 可是一转身 那个人却不见了踪影 那个人形色匆匆 仿佛是在大学城游玩的 难道世界上真有长相如此相似的 两个陌生人吗 原来杜青东并不是杜家的亲生女儿 在她两岁的时候就被亲生父母送给了同村的杜家 从小她就听到了许多闲言碎语 那么这么多年 杜青东有见过她的亲生父母吗 难道那个和她长相相似的女人 会是她的亲生姐妹吗 你是什么时候确认了 你说你是真的是抱来的 88年 88年 那次我那个朋友把我带到 带到了我的那个自己亲生母的家里 亲生母的家里 那次 我就 我原来在那个忙的那个孩子团里面做事 我就拿了一些那个 原来那个盘盘鞋子把它们平衡的包 我就拿了一些孩子送给我嘛 但是这个人也没有说一句话 为什么没说呢 我也不知道 你没说还是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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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我送了一件鞋子给她 把我送出门的时候 那时候好多人一起去的我 她给了我十块钱 我问房子不想要我 她就说我背后还是要了 还是收了 那时候十块钱还是很多人的 1988年 杜青东被知晓时情的朋友 带到了亲生母亲家 那时杜青东被知晓时情的朋友 那时杜青东被知晓时情的朋友 在家中的亲生父亲早已离世 母女俩相见无言 泪眼朦胧 杜青东紧握着亲生母亲给的十块钱 走出了家门 十八年前 父母狠心将她送走 十八年后 她主动回家 再见面 并没有想象中的惊天动地 取而代之的 是不可抹去的距离感 而这次相见 更让她知道了一个 隐藏了近二十年的 惊天秘密 从哪天起 我还有一个 一个妈妈 或者是姐姐 谁告诉你 谁告诉你 也是我们这几个姊妹 这几个姊妹姐妹告诉你 还有一个姐姐后的妹妹 是双胞胎的 对 杜青东觉得同样被送走的姐妹 才是她的命运共同体 她们一起承受了 被亲生父母送走的悲伤 从那以后 她便一直想找到这个姐妹 可是由于家庭的羁绊未能如愿 直到妹夫见到了一个 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这激发了杜青东想找到姐妹的愿望 那么这个有着和她 如出一辙相貌的人 会是她的双胞胎姐妹吗 她在哪里 过得好不好 她是否感应得到 血脉相连的姐妹 对她刻骨铭心的思念呢 48年沧海桑田 亲生父母双双过世 带着浓浓的思念和热烈的期盼 杜青东来到她的亲生大哥家里 她们会知道这个双胞胎姐妹的一些线索吗 阿姨这就是你那几个兄弟 姐姐和哥哥是吧 对 这是她哥哥 哪个是哪个最大 我还有一个大姐妹在这边 有一个大姐妹在这边 现在是谁最大 哥哥哥最大 您是四个 她们是第五个 她们是第五个 长得还是蛮香的 这样吧 三个就善胞胎 没有得跟她就善胞了 不是你们还真的挺像的 脸型啊鼻子眼睛什么都还蛮香的 那当年就是送狗她和那个 送狗这双胞胎的时候 你们都记事了吗 也好不晓得 我那时候生走的时候 只两岁 那个小儿就是她 只二十天就生走了 她是两岁半天生了 她的那个姐妹谁大了 谁大了 她两个啊 她们都不晓得 姐妹也不晓得 反正她们是宣布她 应该是小一点的吧 她是小一点的 那个是小一点的吧 应该 杜庆东的亲生父亲姓王 王家的几个女儿 每眼前都有些相似 王家二姐说 家中最小的两个妹妹 是被分开送走的 杜庆东是两岁左右被送走的 另外一个最小的妹妹 出生不到二十天就被送走了 那么王家为什么把双胞胎姐妹分开送走呢 那时候是我们家很穷吧 那时候我们 我那个时候都在外国家 外国家 对 那脑海中对这个妹妹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听得 我们听得 原来还是有一点点记得 她也是在外国家去了 后来我们就回来的时候 那时候就我又七生了 她五六生多吧 她就两生多了 就是我们家那个奶奶咯 她就不喜欢我们这些妹子 知道吗 对 我那个奶奶生子的时候吧 我那个妹妹坐在那个桌子上面 她一定是把她包下来了 我跟她坐在上面 就是这样 我妈妈就饿不得就把她给掉了 现在这个人 生走了 这时也情不 没方式不 我压了我就是为了 搞个 搞定个指尖 卷定个指尖 这个大鱼角 踩到水边的一流 你就安死了 王家当年条件很差 双胞胎上面还有四个兄弟姐妹 当时是想生男孩的 所以双胞胎妹妹一出生就被送走了 王家本想留着双胞胎的老大 可是两年后 王家爸爸又突遭恨祸不幸离世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让王家母亲不得不把杜青东送走 那么 现如今王家兄妹 是否知道双胞胎妹妹的下落呢 你妈妈就在你们长大之后 也没有跟你们提过这个妹妹 这两个妹妹的事情 没怎么提过 她姐说她的灯饰 在那边就是灯花山那边 那马警馆里面她的灯饰 在那马警馆看见过 她们说好想你的 说对了我姐姐说 王家大姐曾听别人说过 在长沙的东瓜山附近 看到了一个和她长相很像的人 听到这个 杜青东猛地想起 很久之前自己也听说过一件 关于双胞胎妹妹的事情 我说是有一个告诉过 我那些是 告诉她跟她的信息一个 到那个灯花山那里 什么时候 她是 八几年还是九几年 九几年 应该是 她曾经有人告诉过 你说 你那个姐妹在灯花山 嗯 你还记得是谁告诉你的吗 不记得 不记得 灯花山哪里也不记得 不记得 明天这是你灯花山那里 虽然已经过去将近20年了 当年的细节 杜青东已经全然忘记了 但是 东瓜山这三个字 一直营绕在杜青东的脑海里 人们都说双胞胎之间 是有心灵感应的 杜青东一直觉得 妹妹应该就在东瓜山 那么 如今妹妹真的会在那里吗 杜青东对双胞胎妹妹的感应 会是正确的吗 按照王家人的说法 双胞胎姐妹应该长得很像 寻情小组拿着杜青东的照片 来到社区进行询问 郁南街社区的工作人员纷纷表示 没有见过照片中的人 那么附近的街坊邻居会有印象吗 令我们感到惊喜的是 有两个东瓜山的老居民 说看到照片上的人感觉很熟悉 应该就是住在这附近的 难道杜青东 关于双胞胎妹妹的心灵感应 是正确的吗 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妹妹呢 寻情小组继续在居民区中询问 希望来得太快 走得也猝不及防 寻情小组打听了多位居民后 却没有任何线索 我们只有双胞胎妹妹长相的大概信息 茫茫人海 她又是否知道有人在急切地寻找着她呢 这时 寻情小组意外得知 东瓜山其实是一个广义上的叫法 包括东瓜山一区 东瓜山二区 东电社区等都被大家称作东瓜山 寻情小组赶忙到各个社区询问 几个社区的工作人员仔细地 为我们打听了照片上的人 但是却没有任何下文 杜庆东的双胞胎妹妹似乎并不住在东瓜山附近 难道是信息有误 还是时间过久 妹妹已经搬离此地了呢 事情又会有怎样的发展呢 王家的双胞胎姐妹出生于1969年 王家二姐曾听长辈提起过 双胞胎妹妹出生只差几分钟 王家那个时候是想要个男孩的 所以双胞胎小妹妹出生不到二十天就被送走了 王家父亲于1971年去世 她去世之后 两岁的双胞胎姐姐也被送走了 这个孩子就是杜庆东 1994年王家母亲离世 随着父母的去世 双胞胎妹妹的下落成了未解之谜 而如今仅有的东瓜山的线索也没有任何进展 这几天杜庆东寝食难安 她似乎总是满腹心事 在她的亲生哥哥家里时 我们也发现她似乎跟几个亲生的兄妹之间 并不是很热络 那么在她心里到底有着怎样的难言之影 她如今积极寻找双胞胎妹妹 她的养父母又会同意吗 我背后还是想啊 我说为什么那几个姐姐哥哥没有把伸走 为什么只把我伸走呢 真是有个看过不去嘛 心里还是在想嘛 为什么不把他们伸走把我伸走 不哪怕你身后再幸福也不行 对 伸光比较不值 这几年走过你觉得和她的有没有亲密感 没有 实实在是每月那么有亲密感 杜庆东虽然没有怨恨亲生父母 但是她却感到十分委屈 在她心里 一边是血浓于水却形同陌路的家人 一边是朝夕相处 诗如己出的领养家庭 她不忍心让自己的养母伤心 所以这么多年来 杜庆东和亲生父母那边走动的很少 甚至连亲生母亲的葬礼 她都没有去 起码九十年过的时候 她就是说 我们那个生过来的那个 那个人她的儿子 就来到我们家来把心给我吧 要我去一下吧 我要先磕 因为妈就不用磕 我就还是一个磕的磕 她的意思就是这样 她磕磕磕磕了 我们都来独来招呼伤 也行吗 就是这样的 我就没有去 养母曾因为杜庆东和亲生家庭接触过多 而大发雷霆 在生养之恩之间 杜庆东选择了养育之恩 那么现如今 她想去寻找自己的双胞胎妹妹 养母会同意吗 她的养母又会不会知道 一些当年的细节呢 您当年是怎么收养到这个女儿的呢 屁股改出来的 当时是有什么东西装的来的吗 落款了 就不得落款了 找你垫垫草啊 找你带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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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瓶了 带瓶了 把瓶子一抱的 我把她一抱起来 不然就给她瞅着尿瓣了 找我的尿瓣 带瓶子一抱的尿瓣 豆家父母结婚近十年 却一直没有生育 最终在朋友的介绍下 领养了杜庆东 并视如己出 抚养长大 她的名字是你来起的吗 是我起的 叫什么呀 杜庆东啊 有什么语意吗 她是国庆节来的 国庆节是十七八号来的 我还有个嫂子 她有一个先动 她有起来的 她有的国庆节来的 在学生的 挺动 我好不容易 她在带瓶 三天一抱 或者一两 四天一抱 一约三抱 就去 我老婆到外面 这时候都在带瓶子 为什么她 这么要心情不好 还要放下 我老婆到外面 我老婆到外面 我老婆躲在服务员口 到道理去 就能担好 她有几个月 她起床的时候 还有几个月 几万元 一个人要起 几万元 她不得了 我现在可以 母亲 每年 我们看得出 度假父母对杜庆东的 真爱与付出 他们也是农民出身 在最困难的时候 度假母亲 甚至去卖血来维持生计 从小到大 养父母都没有骂过杜庆东 只有一次 养母跟女儿冷战了好多天 在她慢慢长大之后 她好像去见过 她的亲生母亲 没有见过 你说她没有见过 她的亲生母亲 见过一次 但是拜登我口的 您当时知道很生气吗 我答应 我找得可得了 找得不得可得了 你怎么说 你留着这个 这无天人的了 这边该一带在地 要哑 哭了 我说你哭了 我帮个杜庆东 把杜庆东 你不要把杜庆东 我懂你的屋 在后面这么赶 妈妈我还在你门口 在她的身杆 我到底在我门口里 我不谢你 孩子自个人有眼睛看来 你说我太逼了 那我就不 不晓得了 无论我们怎样去 权衡生与养的关系 二者的矛盾 都是一直存在的 我们能理解 度假父母的 未切与不安 现如今 度假父亲 已经不在人世了 杜庆东压抑了 二十多年的寻亲愿望 再一点点释放 那么 杨母究竟会不会同意 杜庆东 去寻找她的双胞胎姐妹呢 我先找我老婆 选妈她的姐妹 你对你吧 长得坏了 我也有个疯 你这是的 子母先问了 先坏了 对面了 几只妈对面了 还是你还是我的妈妈吧 是不是 还是我的念了是不是 你永远是她第一位的亲人 男后一塞 你知道你认我什么 为什么不认我 你笑得吗 说 来来来来 不认不认 不会不是你 不会不是你 你永远是她最亲的人 那几个我等你 简实实在在的 现在的几个哥哥姐姐 我还没有那么 亲 还毛得那么亲 毛得一点情愿感 你永远是她最亲的人 您放心 她会陪伴您到老 您不要怕 嘴上说着 祝你们几姐妹团圆 眼泪却止不住地流 老伴去世 养女便是老人家 唯一的依靠了 看到母亲如此感伤 杜庆东的心里 无谓杂陈 那么她还会坚持 寻找她的 双胞胎姐妹吗 我在干得碎她 您不要怕 她怕您心里有疙瘩 没疙瘩 没疙瘩就好 她怕您有疙瘩 她想给您 一颗定心丸 我只是个找我看看 她愿意赢我们 我们还是不许 还是在一起 还是有点个协议的关系 不太过 我说你要的了 你给我找了 杜家母亲是一个坚韧要强的人 年轻时不能生育 公婆对她非打即骂 领养女儿后 她的生活有了寄托 却在女儿成年后 遭遇来自亲生家庭的情感危机 但是这么多年来 她从没有退缩过 可是这一次 我们看得出她内心的不安 那么杜庆东的寻心之路 究竟能不能成行呢 此时 双胞胎妹妹究竟在哪里呢 她知道 在长沙的高桥 有一个人 一直在热切挂念她吗 接下来的两天 杜庆东陆续找到了 王家在世的一些长辈和老邻居 可是却一无所获 知道当年情况的老人大多离世 难道 曾经那么亲切的双胞胎感应 却不能成真吗 四十八年斗转心仪 如果再见面 他们还能一眼认出彼此吗 散落天涯的亲人 你究竟在哪里 我们接到了杜庆东的电话 电话那头 她激动地说 她有了重大发现 有缘的人终究会再见 经过多方打听 杜庆东的妹夫 在胡大一个门卫那里 得知了这个和杜庆东 长相一样的女人 名叫林静 并要来了她的电话 那么 这个人究竟会不会 是杜庆东的双胞胎姐妹呢 这四十八年来 这个人都经历了些什么 我就把 我就把她的电话 我把她的电话 我给她收集个额 我连我过几天 她就有个微信 有微信 微信上面就有个线片 有个线片 她就 我就看见 看到她的线 她就 都行 我就说 我真的 他们就好 就是这个人 对 是这个人 就这个呀 对 你看 线不线 像哎 鼻子也 就是发现得不像 照片上 对 你看到这个照片 你就可能肯定 觉得她就是你的姐妹 对 我当时心里好 好高兴 又不舒服 杜庆东第一时间 加了李静的微信 望着手机上的头像 杜庆东 都有些分不清 是自己还是李静了 凭着这张照片 杜庆东坚信 这个人肯定就是 她的双胞胎妹妹 难道 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 那你有给她发信息吗 发了 说什么呢 我有一次 我好记得 我生出来 就这个一次 我就等她干 我说我是 我们俩是 一笔青青的 只能是一个年生的 她一毛肺 打她一毛 我变她就 今晚的几次 她就 她就把我的微信 就十个人 传出了 现在你和她发信息 哦 她一开启了朋友验证 你还不是她的朋友 我很好奇 她既然都看到了 你的照片了 看到一个和她 长得这么相似的人 她怎么还会拉黑你呢 我也不知道 她是怎么写的 与千万人之中 碰到一个长相相似的人 杜庆东 就不能自已的 把她当成了双胞胎妹妹 她恨不得 立马就可以认亲 可是 两人真的会是姐妹吗 会不会是巧合呢 电话那边的态度 一直很冷淡 最后 竟把杜庆东拉黑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 这根本就是一场乌龙 还是妹妹 另有苦衷呢 杜庆东鼓起勇气 拨通了电话 喂 喂 我找你今儿 我是 我是你 我是你的 姐妹 我妈都 姐妹 你妈都 姐妹 你现在去哪里了 我还告诉你了 你是品质的 我不是品质的 我是 真正我们的文是 学习她姐妹的 我不是 真的不是 真正 尽相情窃 杜庆东在打电话之前 想着各种打招呼的方式 可是 当电话真的接通后 却是一段 长达几秒的不知所措 电话那头的声音 十分爽朗 她承认了自己 就是李静 可是一听说自己 还有个双胞胎姐妹 她就立马挂断了电话 究竟是李静 故作镇定 还是她根本不是 双胞胎妹妹呢 什么 干啥的声音 我那个 男生那个 姐姐的声音 你没眼睛 她在笑你 对 她说你是神经 对 你觉得她是 装的还是 她不想接受你 我也不知道 干脆了 挂掉电话的杜庆东 有些兴奋又有些尴尬 李静的声音明明很像二姐 可是她却要摆弯 和自己划清界限 李静究竟是不是 王家送走的那个 双胞胎妹妹呢 杜庆东仔细打量着 手机中李静的照片 仿佛二人已经慢慢靠近 甚至重叠在一起 恍若隔世 如果再见面 只想轻声问一句 你过得还好吗 和相聚之间的距离 为了进一步确定信息 寻警小组来到派出所查询 吃饱吃饱 啊 是这个长相 你再看一下 帮我确认一下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 根据杜阿姨所提供的信息 我们在派出所的户籍档案中 进行了搜索 在我们输入了李静 年龄45到50岁 这两个关键词之后 一共搜索出了 符合条件的136条结果 然后我们列出了 这136个人的照片 可以说我在这136张照片中 一眼就看出了李静阿姨 因为她和杜阿姨 实在是长得太像了 并且我们根据搜索到的信息显示 她没有查到她的父母的相关信息 只是查到她现在可能是在 湖南的学生服务中心上班 那么这个李静 会是杜阿姨心心念念 所想寻找的双胞胎姐妹吗 事情的发展峰回路转 那个和杜庆东长相一样的人 名字叫李静 年龄和杜庆东相仿 在湖南师大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早已结婚生子 那么我们究竟能不能找到李静 她会愿意见我们吗 48年时光飞逝 曾经的高桥村 如今变成了明满湖乡的高桥大市场 杜庆东的人生 也跟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而李静却在同一座城市的西边 成长生活 那里学校伶俐 文化氛围浓郁 这看似平行的两条线 究竟会不会有焦点呢 李静会不会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根据我们查到的信息 李静目前在河西某著名高桥的 后勤部门上班 那么她现在会在单位吗 这边有福拜 是这样吗 是吧 找一个人 他应该是在你们这边上班 坐车了 叫什么名字 李静一条的吗 没听说过 李静什么名字 四十几岁 这么一岁 站这儿 我给你看一下 你怎么办 寻情小组拿着杜庆东的照片 一路打听李静 如果二人真的长得很像 那么认识的人一定可以认出来 可是在学生服务中心 寻情小组接连询问了几人 他们纷纷表示 没有见过照片上的人 难道信息有误 李静到底是不是在这里上班呢 寻情小组来到后勤集团的办公室 在这里我们会有什么发现吗 说这个人的一代名 这个人的一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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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社区真心的 李静呗 是叫什么名字 在哪里 社区真心 就长这样吗 差不多 差不多 后勤集团的工作人员 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中的人 他把杜姓东误认为了李静 他说李静是在社区中心上班 并且李静的丈夫也在同一个单位 那么李静到底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呢 你找了喂 你好我找李静在吧 李静 嗯 你这里没有李静啊 啊 你这里没有李静啊 周人 周人不在这上班吗 他不在我们这里 他不在啊 对他这是我们的办公室 他不在我们办公室 那他这是什么呢 你找他有什么事没有了 有个人违背我们找他 您看这是他吗 是 这其实不是他 这是他的一个姐妹 哦这是他一个姐妹是吧 这不是他 但是他们俩应该长得一模一样 是长得很像 就是眼睛有稍微有点不像 其他的地方都我觉得都蛮像 他现在应该是在 就是我们学校的一栋教学楼啊 他是咱们这儿的老员工吗 这里一直在我们十大年 哦 从现在应该有四五十岁了 还有五十岁了这样子 快了 对 快我就在快退学了 李静的同事同样把杜庆东认成了李静 他说乍一看二人简直就是一样的 但是细看眼睛又不太像 杜庆东好像比李静年老一些 同事说李静是他们这儿的老员工 如今在教学楼里上班 在教学楼的门卫处 我们一眼就看到了李静 此刻我们也难以抑制住 内心的惊讶和兴奋 这世界上真的有长相 如此相像的两个人 李静看了一眼杜庆东的照片 立马否认这是自己 并说照片中的人和他一点都不像 此时的李静眼神躲闪 手也有些轻微的颤抖 难道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你觉得不像两个人 那我都会见了不见一顶 那我都会见了不见一顶 这怎么不像呢 见呗 就是眼睛可能双眼皮有点不满 绝对不是 绝对不见了 我没关系我女性大事 她的女性大事 你不知道他找我 她的姨艾肯定麻烦死我 女性大事 谁老兄 妈死了 看什么老兄 你老兄啊 七兄弟吗 哥哥 那我们还是私下说一下好吗 我们看得出李静的慌乱不安 他是有所顾忌吗 这时 他竟说身旁的保安是他的哥哥 难道是因为这个 所以他说话才言辞闪烁吗 寻情小组劝责了保安 那么 独自一人的李静 会有什么话对我们说吗 好 阿姨您看一看他跟您说什么好不好 我在跟你讲这里面的故事行吗 你可能不晓得 你可能不晓得 已经你想我是你的 我们两次喜欢把他姐妹 我们家一个人有六个姊妹 我们是最小的 我想知道 我想知道你现在过得怎么样 你不要担心我们是骗子 不是的 他搞错了人 您是父母还在吗 我母亲在 父亲也有的 那您是他们亲生的吗 当然是亲生的 他并没有恶意 他是想认亲 想跟您见面 就是看两姐妹之间走动一下 因为他觉得说您和他是那种同意 他觉得您和他是长得一样 然后是一个双胞胎 共同体一样 他有的时候还会觉得说 可能会跟你有信念反应一样双胞胎 对的嘛 对了我自然 我我的字母一个字来 他有那个是我的表哥 表哥 你母里只有你一个 寻情小组说明来意 并给李静看了一段 杜庆东之前录好的视频 可是刚说完 李静可能是杜庆东的双胞胎妹妹 李静就大声直呼不是 那么为什么李静这么肯定呢 这48年来 他是怎样度过的呢 我给他看他们的相片了 他们的相片长得像你吗 我见我爸爸 你像你爸爸 嗯 我妈妈 这来等一会儿 嗯 好 这样 这是我的妈妈的 你像 八十岁的时候死的 是个 20年死的 还六年七年了 你看我妈妈的 根本就不是对的 绝对不是的 我见过爸爸 你像你爸爸 有 看着我不见过爸爸 我妈去找地方见过妈妈的 对 是不太像妈妈 有一点可能鼻子那边像爸爸 整个人是叫爸爸 我看着这 绝对见过爸爸去 李静的父亲在09年去世了 去世后 李静的手机里 珍藏着父亲的所有照片 并且时刻缅怀 看得出来 父女情深念念不忘 李静一直在强调自己 长得像父亲 这是他从小就听别人说的 并且自己也认可的 难道李静真的不是 我们要找的双胞胎妹妹吗 但是我们心中也有疑问 因为李静的父母亲 都差不多是40岁 才生了李静 这其中到底有没有什么 不为人知的难言之隐呢 这是我们的三个女孩 你先生没 小时候了 这有好多年了 您都存着 肯定要存着 那你父母小时候 你是在哪里啊 长长 长长那个有个隐红小学吧 西藏街那里咯 有个小学咯 在哪里出生的呀 西藏街 西藏街 西藏街小学 嗯 这是哪里去啊 西区嘛 西区啊 他我爸是老干部退休的呀 移休的 什么老干部退休的呀 就是有个周到自行资产的 李静属于地道的城里人 父亲是小学老师 母亲是厂里职工 家里曾经住在市中心的西藏街 而王家当年住在高桥 那时的高桥还是一个农村 在城市的东边 与西藏街相隔大半个城市的距离 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李静 究竟是不是我们要找的人呢 嗯 那是我不是他要找的那个人 你不是 我绝对不是的 我可以 他是绝对不是的 你那什么东西 因为我们家只有我一个 因为我上面有一个哥哥 是刚出生没多久 就几代几个时 大人说我那边几代冰冻 就死了 再的话也有五十七八岁了吧 我妈跟我说 或者是我哥哥去世以后 他之前还留了两三个小孩 因为他身体不好吧 我妈身体不好吧 到最后才生了我 所以很保费你了 那我肯定不是背包的 出生根换的 你愿意做吗 就做DNA的话 可以啊 你愿意做 李静不断地回忆着一些细节 也不断地否定着 她是被王家送走的 那个双胞胎妹妹 难道 真的是我们弄错了吗 李静提出 她可以去做DNA鉴定 来证明自己说的是事实 这从天而降的认亲 也勾起了她的好奇心 那么 她究竟会不会是杜庆东 失散四十八年的 双胞胎妹妹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静和杜庆东终于得以相见 杜庆东激动地说不出话 可是另一边的李静 却显得冷静很多 她还是不觉得两人长得像 甚至她对热情的杜庆东 还有点抵触 看到一张如此相像的面孔 李静还是一直保持着冷静 二人一起去做了亲子鉴定 那么二人究竟是长得相像的陌生人 还是一母同胞的姐妹呢 会不会真的搞得很乌龙啊 就是茫茫人海中就认错人了 这要不是的就没有来往的必要了 也可以 这要是的你们会认吗 他肯定会认 你会认吗 心里没准备 那么最后的鉴定意见是 同胞鉴定结果即将揭晓 究竟是一场乌龙 还是命中注定的姐妹亲缘呢 虽然之前看过照片 但是当我们亲眼见到李静的时候 我们确实感觉十分不可思议 因为两个人乍一看是完全一样 但如果细看呢 两个人的眼睛大小不太一样 神态也有区别 李静坚持觉得自己和杜青东 长得一点都不像 他觉得自己不可能是被抱养的 他绝对是父母的亲生女儿 难道真的是我们弄错了吗 还是说李静的父母为了孩子着想 而苦苦掩藏了他的身世 难道是李静并不清楚自己的领养身世 那么事情还会有怎样的发展 请请您收看明天晚上寻衣记节目的下集 《爱与恨》